中文字幕提供 所以大家會講說 有一些廠商會講說 你吃這個冰淇淋比較健康 你吃這個冰淇淋不會胖 主要的關注在於 它的含度量沒有這麼高 因為這家店 在永康街附近 它在賓館的附近 原來舊賓館附近 已經試賣了差不多一個月 那我大概在幾個禮拜之前 我有跑去看 因為實在太炫 它整個店不但挑高 而且全部都是黑色的 它甚至還掛了澳大利赫本 那個時候它在演羅馬假期的電影 就走在西班牙廣場的時候 拿著所謂的Gilado冰淇淋 在那邊大舔冰淇淋的樣子 那因為這個印象 讓人家很深刻 可是大家其實在看羅馬假期的時候 我其實不會在乎 澳大利赫本吃的是什麼冰淇淋 可是因為業者用這樣的意象去傳達的時候 你就會對意大利冰淇淋的 概念很深刻 那我記得我大概幾個禮拜去之前 它整個冰店 空空蕩蕩只有賣兩種雙淇淋 那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夢不清楚老闆在公路裡在賣什麼藥 那他昨天開了記者會 今天正式開張 那他昨天他的冰櫃裡面 的冰淇淋大概也只擺了一半 另外一半是空的 那這個老闆我認識 這個老闆他是 大概在最近幾年 非常紅的永康街 4F料理廚房的老闆 那這個老闆呢 他只喜歡吃好的東西 然後呢 他也對食材非常的挑剔 那所以他才會選擇 所謂的 義式的Gelato冰淇淋 作為他這個冰淇淋專賣店的主力 我自己吃了他的東西 我吃完了之後 我有一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就比如說大家都吃過抹茶冰淇淋吧 好 可是呢 你沒有吃過的抹茶冰淇淋 他只有苦味 你嘗不出甜味 就是 就是 因為他用的材料很好 他用的是 京都301店 的抹茶粉 那所以他想要做 真正的食材味道呈現 那這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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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這個味道 就是 那這個味道 就是 黑醋莉玫瑰 就是 我們在吃所謂的 水果 那這些冰淇淋 那種是 很遠 那跟 這樣 那這個味道 那就是 那我們在吃黑醋莉玫瑰的時候 那味道 比較酸味 而且 那玫瑰的香味 會影響到 美濟的香水 因為他們用的 就是 放出 喜見 ómo 好 所以 所有 呻 是 那 正在兹刘山上 不就要带路啊 不就要带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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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